王思佳老公做哪行?小S崩溃死问不出! 陈怡报,网猜是A货供应商。女星王思佳和老公Joy在2016年结婚,不时以贵妇形象上变各大节目,然而前阵子却被报拿假爱马仕包上节目,遭宿敌网红陈怡批评,品味差就算了,连炫富都要造假。 风波过后,王思佳近日带老公一起上节目,主持人小S好奇问Joy,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啊?但夫妻俩却不断转移话题,让小S崩溃喊,到底是一个多神秘的人啊?没想到陈怡28日爆料,有网友猜是A货供应商。 又单引号,王思佳经营YouTube频道至今累积超过44.9万订阅,他近日上小姐不吸底坦言老公其实是背后功臣,还自己亲手设计了频道logo。 对此,小S询问,你到底是做什么的?老公傻笑回,我是。并看向王思佳求救,王思佳赶紧代替老公回答,他就是自己上网去下载那个软体。 小S接着不放弃追问,是工程师吗?王思佳回,他不是,他也不是学这种电脑专业,反正他就帮我做出来。 小S猜测,投资者对不对,各种投资。而王思佳却低调回,对,就之类的。 夫妻俩一连串达非所问,这让小S彻底抓狂,直呼,到底是一个多神秘的人啊?又单引号。 针对王思佳老公的真正职业,苏迪晨疑28日在社群贴文,有网友猜是A或供应商哭脸,会不会连选老公也要选最Q的,维持一贯人设? 真的有钱人,贵族是家可是不要的哟。 波文一出,立刻引发许多网友热议,可以炫耀的话,他怎么可能不说,会不会连老公都是Q的?不可能吧? 真的好神秘,姨姨好厉害猜,从里Q到外,她很Q,她全家都很Q,天机不可泄露,只能问圣母,只要回答说只有数不清的钱,但就没有职业,也可以呀。 那个阿姨只要心虚就会避重就轻,我有一个朋友做三七仔,也是神神秘密。 感谢您收看Mountv新闻频道,记得点赞,分享和关注,每天更新最新消息,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 感谢您收看Mountv新闻频道,记得点赞,分享和关注,每天更新的消息。 Mountv新闻频道,记得点赞,分享和关注,每天更新的消息。